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下午过后之后要特别的注意是 颈椎在封面后面的冷空气 那么就要来报道了 而且这一波的冷空气 它是介于大陆冷气团到强烈大陆冷气团之间 温度下滑的速度会非常的快 今天北部地区白天的温度还可以高达24 25度 但是估计到了晚上就会一路下滑到只剩下15度 而且未来礼拜二 礼拜三 礼拜四呢 都会受到这一波大陆冷气团的影响 最低温下滩12度 你看到昨天这个24 5度 25 6度的高温 然后到明后天会出现12度的低温 这个温差非常的大 就要特别的提醒大家 那么今天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要注意 在穿着上面可能这个要多穿几层 中午的时候会很热 但是到了晚上温度下滑是非常有感的下滑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中央气象局的预测 今天北部地区应时多云短暂雨降雨几率40% 白天的温度是18到25度 中部地区南部地区不受这封面的影响 最轻时多云降雨几率不到10% 中部地区白天的温度19到29度 南部地区是20到31度 东部地区应时多云短暂雨降雨几率40% 白天的温度是18到29度 澎湖地区多云降雨几率也是0 白天的温度是18到24度 目前各主要城市的气温 台北高雄目前是20度 台中跟澎湖目前是21度 台南跟台东目前是22度 宜蘭19度花莲20度 接着呢我们就来看一下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呢四大指数在上个星期五涨跌互建 科技类股的表现呢比较弱 是一般类股呢相对比较强 尤其是能源类股 好所以在美股当中呢 道琼涨幅相对比较高一点 上涨了169点 刷盘指数33,869点 涨幅0.5% 那萨克下跌了71点 刷盘指数是11718点 跌幅0.61% S&P指数上涨了8.98点 刷盘指数是4090.48点 涨幅0.22% 费成半导体则下跌了48.47点 刷盘指数是3011.15点 跌幅1.58% 这段期间呢影响美股最主要的因素 还是在物价通膨所呈现出来的 联准会可能的利率政策 以及各公司的财报 这两件事情呢 在上个星期五都影响到美股 我们等一下会为大家解析 另外呢在油价的部分 油价出现了大涨 因为呢俄罗斯正式的宣布 他们宁可减产 也不愿意这个以折扣的价格 出售他们的原油 这一点呢 而且他们估计呢 他们每一天的减产 从三月开始 每一天减产50万桶 而中国大陆的经济呢 持续的复苏 所以呢在原油需求上面呢 可能每一个 每一天会增加110万桶 而这一边呢 俄罗斯的原油要减产 每一天50万桶 一加一减之间呢 可能供需不平衡 会在下半年出现 所以原油市场已经提前反映 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呢 在上个礼拜 继续上涨了1.66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79.72美元 涨幅2.13% 北海布兰特原油上涨了1.89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86.39美元 涨幅2.24% 不管是西德州原油 或者是北海布兰特原油 上周一周涨幅都超过8% 好那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农粮的部分 芝加哥黄豆期货上涨了1.33% 芝加哥小麦期货上涨了3.53% 芝加哥玉米期货上涨了1.3% 那么上个礼拜呢 很明显的看到农粮价格也出现了反弹 一周的涨幅呢 大概都在3%左右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贵金属的部分 那么都是下跌的 小跌的方式呢 在等待着美国的最新的 这个物价的报告 好那纽约黄金期货价格呢 是下跌了4美元 每奥斯的报价是1874.50美元 跌幅0.21% 白银的期货跌了0.31% 铜的期货倒是下跌了1.96% 把金的期货呢 是下跌了5.68% 这里面以一周而言的话呢 黄金期货是小跌了0.1% 那么白银的期货也跌了1.5% 铜的期货跌了1% 那至于在美元指数的部分 上个礼拜五 美元指数上涨了0.35个百分点 来到103.58 这个呢也反映 就是美国现在对于 礼拜二即将要公布的通膨数据呢 担心恐怕不但不会下滑 或者是越减幅 或者是呢越增 但年减 那这个对于通膨的数据呢 显然是高度的观望 而且担忧 那至于在欧洲的三大主要股市呢 则都是下跌的 同样都是在观望 这个美国所公布的 这一个物价指数的这数字 英国98%指数下跌了 35点跌幅0.45% 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下跌了58点 跌幅0.82% 德国普兰克指数下跌了215点 跌幅达到了1.39% 好接着呢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这几天的早报新闻 首先在通膨相关的数据当中啊 那么因为美国上个礼拜呢 四大指数都是下跌的 是今年开年以来呢 首度出现了四大指数全数周线下跌 道琼呢一周跌了0.17% 纳斯达克下跌了2.41% 标普白指数下跌了1.11% 废半呢是一周跌了2.3% 那主要呢其实就是担心通膨数据 那么美国在前两个礼拜呢 公布的非农就业报告 非常亮丽的就业报告 让大家担心呢 整个的通膨和降温呢 可能会变得更加困难 所以呢我们看到在上个礼拜哦 礼拜五 美国的劳工部劳动管理局呢 他们公布了新调整全证之后的通膨 那这个不是最新的通膨 不是1月份的通膨 而是呢把去年10月11月12月的通膨 都根据最新的权重调整之后呢 做季节性的调整 但是呢调整之后 不管是10月的通膨 11月的通膨 12月的通膨都微幅的增加 那比如说12月呢 就变成了月增0.1% 然后而不是原本公布的月减0.1% 11月呢也从月增0.1% 以上修为月增0.2% 虽然都是小幅的调整 可让大家更担心 14号即将要公布的CPI呢 可能会比较明显的看到上条 那么路透社呢 他访问调查经济学家呢 认为14号也就是明天呢 美国将要出炉的1月份的CPI 可能越增0.4% 核心CPI也可能越增0.4% 可是还是在权重调整之前 所做的调查 那现在权重调整之后呢 那么有一些经济学家 已经上修了对于 礼拜二通膨的数字的 这个情况 好不过联准会的官员呢 那么终于出现了 暗示降息的声音 这个是美国费城联邦 准备银行总裁哈克 但是呢他认为 是明年才会降息 而且今年呢 升息应该会升超过5% 另外呢 密歇根大学的消费者信心指数 在上个礼拜五呢 那么是信心指数是往上的 这当然反映出 美国从今年开年以来的 股市的上扬 其实对于提升消费者信心 也有帮助 然后在纽约市场呢 非常亮丽 也有助于消费者信心呢 回升到了66.4% 这比1月份的64.9%来得高 而且也比预期要来得高 但是呢这里面让人担心的是呢 预测未来一年的通膨呢 从原本呢 的3.9%上升到4.2% 所以通膨预期往上升了 那这个呢可能会影响到 未来的这一个联准会的态度 所以现在呢 一个关注焦点就是在通膨 这个礼拜二呢 CPI的数字很重要 好另外呢 在这一个财报的部分呢 上个礼拜五 美国的共享汽车的大厂LIFT呢 公布了非常悲观的财务预测 这件事情呢 使得LIFT的股价呢 一天崩跌了36% 也是上个礼拜五 美国的科技股表现 相对于一般股来得疲弱的主要原因 虽然我们这边看到升息通膨 然后也看到了 这个经济衰退的压力 但是呢 美国的消费还是相当的强劲 根据最新的 美国零售销售协会 还有Prosper呢 他们所做的调查 发现到情人节 2月14号情人节 这在美国呢 的消费力道来看的话呢 那么这是仅次于圣诞节 还有母亲节 所以是非常重要的节庆 而调查发现呢 今年美国情人节的支出 上看259亿美元 年增8% 是史上第二高 那么这里面呢 就反映出来 现在消费呢 仍旧是不手软 所以呢 现在美国专家就开始陷入一个 这个奇怪的一个情境 美国的经济呢 一方面在消费力道还是很强 同时呢 就业市场还是很热络 但另外一边呢 从制造业的景气来讲 是明显的滑落 科技类股呢 不断 科技公司不断的裁员 而且呢 房地产市场也是陷入了低迷 所以这个冷热差距非常的大 所以呢 就有美国学者提出了 这是美国正在经历滚动式衰退 意味着呢 衰退会缓慢的扩展到不同的领域 各个产业最终都会遭到衰退的打击 是不是如此 我们就还要再继续观察 不过呢 美国股市的这个吸纳资金呢 却明显的看到资金撤退啊 那么根据这个Rift Ripper啊 他们所做的这个资料显示 截至8号为止 就2月8号为止的过去6个星期 其实就开年以来 虽然我们看到美股上涨 但是呢 资金从美国股市流出的资金高达了310亿美金 这里面呢 资金出现了弃股买债 就把股从股市呢流出资金 但是呢流入债券市场 所以流入债券市场的资金呢 高达270亿美金 另外呢 是流入一些在2022年落后于美股的一些市场 所以120亿美金呢 流入了在2022年落后于美国股市的海外股市 所以既股买债 然后呢资金流向其他呢 落后的补涨市场 这是看到美股基金的一个流向 另外我们看到英国彭博社的报道 那么英国呢 首相苏纳克已经下令 要求英国重新拟定计划 强化包括了国防贸易的 跟欧盟之间的关系要重新建立 那么这一点呢 其实反映出来经济上面的需求 可是呢也可能使得 英国保守党内部的激进派呢 那么表达不满 另外呢日本央行总裁传出新的人选 这呢是日本的央行审议委员 也是经济学家植田河南 可能会是下一任的日本央行总裁 取代4月8号即将要这个任期建满的 按这个黑田冬夜 好那因为这个人事案呢 跟原本传出来的现任副总裁 宇公正佳 相信之下大家觉得 他是不是要比较偏英派 所以导致日元的这个日元呢 汇率呢大幅度的升值一度呢 升值到了129.82日元对1美元 但是呢最后呢 这一位植田河南 他表明了 他认为现在呢 的宽松政策是适当的 那么未来呢 他会做出合一的决策 然后并且详细解释 这番谈话之后呢 让大家觉得 他的鹰派色彩 似乎没有那么浓厚 所以呢 日元最后呢 又回到了131.35日元对1美元 因为我们看到的是 韩国企业投资美国呢 已经冲破了1000亿美元 包括了三星电子 现代 乐金 韩华 还有CJ集团 承诺在美国的投资金额 已经是超过1000亿美元 而且呢 这些数字呈现出来的面貌是 过去韩国企业在美国的投资 主要是电子产业 以及汽车产业 目的是为了逃避高关税 但是呢 这一波是高科技 明显的跟中美的 这个高科技战是有关的 好 另外呢 中国大陆公布了 1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再度的升破2% 来到2.1% 也凸显出春节效应 所带动的消费需求成长 波禄港股在上个礼拜 50下跌的 上升综合指数下跌了9点 收盘指数3260点 跌幅0.3% 深圳城指下跌了71点 跌幅0.59% 香港恒生指数大跌了429点 收盘指数21194点 跌幅1.99% 回到台湾的部分 上市贵公司在2月10号 公布完了 所有的1月份的营收 结果呢 1月份因为有农历春节的关系 所以呢 营收势必是相对减少的 月营收呢 营收的部分呢 跟上个月相比 月减8.8% 跟去年的1月份相比 年减10.4% 总营收达到3.2兆 其实比预期稍微的好一点 不过台北股市呢 在上个礼拜五呢 在平盘以下 霞幅震荡 最后收盘的时候呢 小跌了12点 收盘指数15586点 跌幅0.08% 成交金额是2097亿元 OTC呢 开平走低 最后呢 是下跌了1.92点 收盘指数是200.42点 跌幅0.95% 上礼拜五呢 1月10号这个截止的日呢 台积电公布了 他的1月份的营收 结果不但没有减少 反而是增加 营收呢 冲破了2000亿 其实成绩单相当的两例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